据知名微博博主分析西梦瑶摔倒不能完全用意外来解释,有他自己心态和业务的原因,他是披着巨大薄纱披风行进,双手一直不断抖动以使得薄纱舞动起来,当他走到梯台中段时,边走边向位于他右侧的观众微微侧身示意,可能观众喊他名字了,这段向右侧身时间还不短, 这时,他的前进方向还是沿梯台直线向前,但由于上身向右微侧,左手自然会向前进方向靠近,导致左手抖动的薄纱也向这个方向飘动,最终他的左脚踩到左侧薄纱,向前一滑 摔倒,作为全场天使中唯一的上海姑娘,或许是在家门口走秀太过兴奋,或者觉得走了好几次秀,有些麻痹大意,缺少了紧张感,整个人太过放松。 虽然维密秀作为商业秀,风格是比较活泼的,但模特们都是外松内景的状态,首要的还是不出差错的完成走台任务,而不是在穿着这种款式服装时还长时间侧身。 算如此低级的技术性错误,相信他如果以这身造型走相对严肃的高端秀肯定不会摔倒,一般高端秀摔倒都是因为鞋子问题。 秀后采访可以看出他的后悔和懊恼。